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的是FOCUS的MK2.5代 不是避件器 今天要做的工作呢 是改裝加大碟 前後的加大碟還有來臨片 那因為避件器呢 還有養腳代表器的 一些基本的改裝都已經升級完畢了 所以你看這個是後面 後面的話呢 盤進 盤進值的就是盤面的外進 是大概265mm 那來臨片的話都還是維持原廠 那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呢 來這裡 這是前面的來臨片 還有前面的碟盤 前面的盤進也是265mm左右 那今天因為原廠的鋁圈規格是16吋 所以最大的尺寸呢 就只能裝到300mm 所以前後呢 都要裝上300mm的加大碟 那比原廠的盤進大了大概 35mm左右 所以整體的自動力道呢 就會好很多 那來臨片的部分也有一併做升級 在安裝加大碟時候 有幾個施工上要比較細膩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哈姆上面的秀呢 需要把它排除乾淨 第一個這樣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讓它疊盤的平整度啊 能夠跟哈姆做一個平整 比較不會有抖動的狀況 那第二個部分是 本來有鏽石的狀況呢 在把鏽拋光之後 就會再上綁卡劑 避免呢 下一次要拆裝的時候 會有卡住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施工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一些地方 這是前面還有後面的加大碟 所以換裝之後呢 在碟盤在盤鏡上 看起來也會比較飽滿 那當然自動力道也會因為盤鏡的變大 而變得好很多 所以這個是前面 前面的話呢 它還有排風熱 後面的話就是單片式的 這些都是單片式的 加大碟 這是後面 後面的話呢 沒有排風熱 後面還沒有 還沒有 又後還沒有安裝好了 這是原廠塞下的來靈片 這是等一下要改裝上去的來靈片 那Focus的後面的活塞 需要像這樣的特工呢 把活塞把它用轉回去 不能用硬推的 這是一些把鏽拋除的一些工具 這是左後 左後已經安裝的差不多了 那安裝的時候呢 來這裡的話呢 就會上一些防卡器 那這一瓶是什麼 這一瓶 這個是滑動膠的專用的潤滑油 那防卡器的話在這裡 這是防卡器 好 這是防卡器 OK 那今天的工作呢 就是做加大碟的更換 加大碟的更換 還有來靈片 謝謝大家 有問題的話 再跟我們小編 KT Racing的小編聯繫 謝謝 謝謝 謝謝